長生不老 奢望嗎 不用再吃那種 貴鬆鬆的活靈芝 馬老師要來告訴我們 哈佛這個最新研究我覺得 再過五年很快 人人有機會活到150歲 秦始皇早生了2000多年 他如果現在生了現代 他的大夢就要實現了 真的假的 長生不老藥 好 那電子機前面觀眾一定說 假的 我告訴你 這真的 大家再等五年 五年之後 長生不老藥 白菜架就要出來了 預估你有可能有機會活到150歲 好 我們先來講 最近轟動大陸的一個新聞 大陸什麼新聞 就是這個張揚他的山東人 他到上海去工作 走到花圃裡面一腳 踩個軟綿綿的東西 天下那麼這麼好事 一拿起來 回家一洗 一洗出來 活靈芝 這麼大的活靈芝 活靈芝長這個樣子 3公斤 我跟你講 在中國古代 活靈芝又叫太歲 那個時候就說 活靈芝就是長生不老藥 吃了活靈芝 你就可以長生不老 好 停水王找的就這個 對 好 他這個消息一曝光之後 香港的商人居然出一公克 他這是多少 三公斤 一公克多少錢給他買 一萬兩千台幣 一公克一萬兩千台幣 值錢了 如果他居然不賣 如果用三港三人出這個價來算的話 三公斤是四千萬新台幣 不賣 不賣 好 那這是這個上海發生的這件 在大陸縣最近最轟動的事情 那我們要來講 全世界最轟動的事情 就是哈佛大學 跟新南威爾斯大學 聯合研究出來的這個東西 他們找出了 煙 吸 胺 單 殼 肝 酸 這個東西 NMN 這什麼東西 這東西其實在蔬菜 水果裡面是有這東西的 他一拿出來之後 我告訴你 第一個 它抗衰老 第二個 你聽了一定高興 抗輻射 現在每天跟電視前面 這都是我們最害怕的兩次 抗輻射 第三個 細胞老化之後 它可以讓細胞跟細胞通信系統 連接的更密切 簡單的說 它就是一種長生不老藥 現在觀眾一定說假的 我告訴你第一個 哈佛大學做了研究 第二個 研究報告登在Science期刊上 科學雜誌 是全世界最好的雜誌 它因為登裡 就證明這真的 第三個 NASA進來了 NASA把ITEC獎頒 我搬給了這個團隊 然後跟他說 我要跟你們合作 你知道為什麼 因為太空人 在太空裡面 最大的威脅 輻射 對 如果你要去登陸火星 我告訴你 到火星之後 全身都是癌症 因為輻射把你打進去了 所以你要登陸火星 你一定要能夠抗輻射 那滿好事 我問一個問題 剛剛有一個其實還滿觸動我的 你說 蔬果裡面就可以萃取出來的一種成分 也就是說 很容易拿得到 這是為什麼我剛剛講說 白菜架 人人買得起 問題是 它的實驗過程 它真的可以抗老化 讓你回春嗎 好 先要講實驗 第一件事情 先是在老鼠實驗 對不對 注射到老鼠身上 一週只注射兩次 我告訴你 大家來看這隻老鼠 這老鼠 是22個月大的老鼠 對 注射之後 變6個月大 它的肌肉 它的肉體 變成6個月大 好 現在可能大家不知道 老鼠最年老 可以長到多少個月 多少 30個出頭的月 所以換穿成人類的年齡 這隻22個月老鼠 就是人類的60歲 6個月 它回復到6個月 就是變成20歲 這不會多少年 60歲的老鼠注射之後 變成20歲 好 這第一個 那你大家就說了 你對老鼠有效 對人類沒效 動物研究而已 動物研究而已 這個華一的 主持人是華一的 他自己吃 他自己吃 好 那跟大家報告 他是49歲 但他因為操勞 做實驗 對 他去測 他的這個年齡是49歲 他的身體是57歲 57歲 對 他自己吃這個之後 再去測 他的身體狀況變成33歲 57歲 是 變成33歲 對 我聽了這個之後 我跟社長都有福氣 社長不用了 他很青春 所以現在 你看一直在講說 在五年的時間 這是現在的進度 對 在五年的話 他可以回春的這個效果 會更明顯 我跟你講 我還要再跟大家講 大家說他49歲還可以 他老爸80歲 他老爸本來已經 就是行動不大量了 他就想給我老爸吃 他給老爸一吃之後 你知道發生什麼事嗎 什麼事 他老爸跑去高山上露營 跑去過激流 去搞極限運動 都不會老 都不會老 這個藥據說 五年可以上市 而且因為他是從 蘇果裡面萃起來的 所以他是白菜醬 這個是哈佛在實驗室裡面的一個實驗進程 再來說到真正的長生不老 馬上來告訴我們 中國近代史上最傳奇的這個人瑞 他到底活多久 256歲 哪有可能 我告訴你 碳雜誌刊登了他兩次 紐約時報也刊登了他 而且他在1933年往生那一年 碳跟紐約時報同時登他的副文 是 登他的副文 介紹說這個人活了256歲 娶了這個12個妻子 活了11代 生了多少個子女 不可思議 就這個李清雲 好 說他生於康熙16年 就是1677年 然後亡於這個1933年 民國22年 好 這是真的還是假的 我告訴你 居然 我是不相信 但證據一大堆 好我們先慢慢講證據 第一個 因為他是四川人 所以 楊森是四川王 楊森就把他當作寶壤 這個 他是當時的軍閥 他當時四川軍閥 他把他當寶壤供起來 而且把他獻給蔣中正 蔣中正 哇居然這個人這麼長壽 他到處幫他這個去演講 我先給你講幾件事 第一件事情 楊森為了證明這真的 出了一本 年齡250歲真實紀錄 他做什麼 他去訪問他鄰居的 老人們的爺爺 這老人說 我爸爸有跟我說 他那時候就有他了 然後我爺爺跟我說 那時候就有他了 所以他爺爺已經是 100多年前的事情 第一個 第二個 太極拳的一個大師 劉達說 他是我師父 哇 劉達你很好 他師父就是120年前的事情 是 第三個 《紐約時報》 跟這個探雜都登 登什麼 成都大學體育系的系主任 叫胡忠謙 出示了他的出身證明 這樣有他出身證明 這第一個 第二個 出示了他 他道光青年150歲的時候 清廷幫他辦了註咒慶蝶 道光的時候已經150歲了 道光青年150歲 幫他做了這200歲的時候 清朝也幫他辦了生日Party 你知道這個東西 《紐約時報》都登了 最後一件事情 我告訴你 這個他自己出了一本自傳 叫做《長生不老秘訣》 他說我素食打坐 然後喝狗雞 這一出來之後 英國跟法國科技壓 全部去研究狗雞裡面 什麼《長生不老秘訣》 而且居然說 狗雞裡面 英國發覺公布研究報告 有一個維生素 不明的維生素 取名叫做維生素X 所以我告訴你 他的《長生不老》 居然是轟動全世界 專收最高層級官員的 北京三洞邀醫院 看出了150歲的 常售工程廣告 立刻秒下架 藏著什麼不能說的秘密 但誰不怕死啊 中國歷任領導人 最迷信風水的江澤民 居然興建了第一風水 想要長命百歲 永不下台 這個風水局 終局最後變成了豆腐渣 而背後影響的 隱武者居然是來自台灣的命理師啊 最近推特上面 有一則新的一個推波 這個推波是什麼呢 在中國有一位 徐姓的男性40歲 他遭遇到不好的事情 突然間腦出血 腦出血完之後緊急送醫 送到醫院之後 過了沒有多久之後 他就不幸身亡 沒有辦法醫治了 但沒有多久之後 突然間家人發現 情況不太對 什麼事情 情況不太對呢 包括他的心 肝 胃 肺 跟眼角膜 砰 不見了 俊相哥居然早被栽除 那招除完之後 醫院怎麼說呢 醫院就說 因為他是很年輕 然後加上 目前這些器官都能用 所以就很快速的 找到了五個所謂的配對者 目前他就把這些器官 直接轉移到 這些人的一個身上 這個還蠻毛毛的耶 家人完全不知道 就是他一斷了氣 五個脹氣 立刻被拿走了 對 所以目前 所有中國的一個網民們就在說 怎麼可能這麼快 就去找到這麼快的一個配對 但最近301廣告 整個在中國炸了一個大鍋 為什麼炸了一個大鍋呢 現在說301這個廣告 中國北京很簡單 官越大的 你的醫院號碼越小 官越小的 你的醫院號碼越大 所以北京的醫院 從三棟腰一直排 排到三棟九 301醫院 這地方可神奇了 他就在中南海以西出來 過了一個巷道 兩公里就到了 所以簡單的說 所有中南海的高官 都在裡面看病 那在裡面看病 最近廣告出來他就說 包括了健康檢測預防保健飲食 如果你在我們這個地方 做981的首長健康工程 幫你的嚴肅目標 聽好150歲 150歲的長壽工程 這廣告很大膽 沒有錯 這個廣告出來之後 大家也都看到了 結果突然間 整個廣告秒下架 而且所有的網路 馬上被屏蔽掉 為什麼呢 中央的政府目前說 下架的原因是說 不當使用國家機關 所以到底這個廣告 已經有了 先說已經有了 所以對於高官 有沒有這個服務 還真有 據傳很多的中國高官 他們旁邊都配著秘書 司機 保全 廚師 還有什麼呢 還有醫療人員 這些醫療人員 會有5到7位 安排你的生活起居 所以中國的高官 可是一任活得比一任還久 而且301醫院當中 有一個令人起人疑鬥的地方是 很多的高官是躺著進來的 到底是用了什麼樣的神奇工程 可以讓這些老人家 居然又健健康康的走了出去 所以很多人都在想 會不會是身上 裝了別人的一個器官 我們這時候就來談談江澤民 江澤民去年11月 以96歲的高齡來做病事 但目前在中國有一個說法是 其實如果不要發生白子革命 其實江澤民還在繼續的活下去 什麼意思 你說他本來可以活更久 超過96歲 一切都因為白子革命 先來跟各位談幾個 湊合的剛好非常巧合的點 江澤民他的人生的最後階段 在哪邊 在北京上海的華山醫院 那華山醫院各位你們知道 就在哪邊嗎 就在上海的烏魯木齊中路 可是各位你們都知道 白子革命的起點 就是在烏魯木齊的一場大火 所以江澤民本來就在醫院當中 結果旁邊滿滿的都是人 各位 龍被困住啦 龍被困住完之後呢 就在那個時候 江澤民本來可以活得更久的 就在這個時候96歲的一個高齡 回到天家 好多人以為 上海跟新疆風馬牛不相關 其實這裡面 就巧合來說 環環相扣啊 所以我因為烏魯木齊這邊白子革命 所以我必須把他封起來 封起來之後 在這個地方養病 甚至如果萬一需要急救的江澤民 他也出不去 沒有錯 就產生這個現象 但現在跟各位談江澤民 江澤民是半路出家 40歲才入官場 人生的前半場是工程師 但是因為一個天安門事件 那天安門事件之後 他突然間黃袍加深 所以他對於權力 擁有很大的不安全感 所以他賭性風水 那各位都知道 中國最大的官不到北京 不知道自己的官大 最大的官通通都在中南海 所以江澤民一到中南海之後 當了所謂的當地高官 整個北京風水大改特改 現在跟各位談 他對於整個北京風水的 三個改良事件 跟一個所謂的創建 先來說三個改良事件 北京他是山面還山 東西北還山 南面的話還的是水 這個水是什麼呢 叫白陽錠 但是白陽錠後來 因為北京風的 整個水土保持不好 沒水了 乾掉了 江澤民大筆一揮 用了很大的預算 白陽錠一定要灌水 把他灌得寶寶的 把他灌得滿滿的 把他灌得乾乾淨淨的 為什麼呢 要穩他的位置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他還做了一件事情 本來在天安門當中有一根旗桿 這根旗桿正常來說 不能夠高過共產黨 最大的祖師爺 叫做毛澤東祖墳的旗桿 但是江澤民一上來之後 給我改 改得越高越好 而且他非常技術性的 剛有跟各位說 中共最高誰 毛澤東 毛澤東的墳就在對面 對面那根旗桿 會比你這根旗桿還高 江澤民說不行 天安門的旗桿要更高 所以他就把它沿路加高加高 成為了全中國最高的一門旗桿 然後再來還有一件事情 毛澤東時代的時候因為飢荒 他把天壇的土山全部挖空 挖空完之後裡面幹嘛 放糧食 廣積糧 怕飢荒沒飯吃 可是那堆廢土就亂丟 丟在天壇的一個旁邊 然後江澤民說這樣太醜了 不行不行不行 一定要把它移開 移開完之後 就在上面種了薄樹 這是再來 但是有一個台灣的衛星的風水師 那時候就跟江澤民說 你要不要你的基葉長長久久直到永遠 當然要 江澤民一聽眼睛開了 耳朵整個都整個張開了 他就說那要怎麼做 我們問各位 太陽出來在東邊 往後面走叫做日暮西山 所以他在整個北京的最西邊 叫做西長安路底 蓋了一間叫做中華世紀壇 他就說你只要把中華世紀壇蓋 蓋好之後你的基葉就可以長長久久 但各位糗的事情就發生了 江澤民前前後後花了數十億的人民幣 蓋了一個中華世紀壇 開幕第一天真超糗 整個石碑整個裂開 裂開完之後沒多久 不是萬民在那邊翻騰嗎 翻騰沒完多久之後 就到了整個2000年了 時間點到了人家胡錦濤要來接任了 他也就下任了 那不是很晦氣嗎 我砸這麼大的錢 就搞了一個變豆腐加工程 沒有錯 而且紀念整個江澤民那個碑 還整個裂開 那當然這件事情後面就不了了之了 但江澤民那時候很多事情 都有出現所謂的巧合 我們先來說 那個時候剛收回香港的時候 那時候江澤民派了一位風水師 這位風水師叫鄭國強 這個鄭國強他就說 如何能夠把整個香港這隻大鳳凰 因為香港那個島看出來的話 就像一隻鳳凰在飛的樣子 他是說如何能夠把這隻鳳凰把它捆住 能夠在我中國的一個掌握之下 所以各位我們來看這個圖 所以那個風水師鄭國強 他就在整個大嶼山鳳凰嶺上面 新建了一個所謂的心晶簡靈 這個心晶簡靈來看的話 就整個圖面來看 有點像詩情畫意對不對 俊項哥 這是一個大家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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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一個無線的形狀 就像一個巴 就像一個數字的巴 這個數字的巴很簡單 就把鳳凰兩個翅膀給他綁起來了 香港就不會跑掉了 香港變成笨港了 香港變成死港了 香港就跑不掉了 但這件事情 香港我們不得不說 後面香港的國運也慢慢的往下走 但這位鄭國強風水師 後面遭遇一件事情更辛苦 有一次下大雨在風山 他有一個大客人就跟他說 我們到整個廣東去看風水 結果當天好巧不巧遇到土石流 一台休旅車過去 整個土石流淹下來之後 當天發生了61傷 鄭國強就這樣子死在土石流當中 這個我們也不得不說 真是一個巧合 說到了靠風水續命 最傳奇看起來也蠻準的 就是何鴻燊 是 他賭性風水 他的風水怎麼會 現在看起來這麼準 先跟各位談何鴻燊 何鴻燊他們家也是不得了的 先來談 他為什麼會這麼厲害 一來除了他整個長袖善舞之壞 會多國的語言 各位可能都不知道 其實他們家深暗風水之道 何鴻燊他有幾個迷信 一來他的車牌號碼不是1就是6 不然就是3 單數全香港全澳門最貴的車牌 他通通都要 他的別墅也很簡單 他的別墅只要是整個 在最高的整個別墅區 尾數是8的 他通通把他拿下來 但賭王何鴻燊 據傳他的蜜 在2009年就應該要魂歸西方 就應該要不見了 當年他突然間跌倒之後 曾經傳出命危 那個時候找出了一個非常厲害的風水師 這個風水師就跟他說 如果這個時候要續命 只有一個方法 叫做縱生機 那可能很多的觀眾會說 什麼叫縱生機 簡單的說 這個就叫活人木 活人木怎麼做 把你的指甲剪一點 把你的頭髮剪一點 砸一個紙人 這個紙人上面寫上你的深層八字之後 然後你就把這個全部用一個紅布包起來 包起來之後找一個風水寶地 這塊風水寶地要怎麼樣 你要利用奇門遁甲 用天力之靈器來助你生命之靈術 然後這樣一撞之後 可以讓你的生命能夠延長 那我們也不能不說 這個倒是好巧不巧 結果從2009年 沿路一直走一直走 居然何鴻燊又續命 續了整整十年 續了整整十年之後 到了2019年 真的是太老了 那時候已經90幾歲了 已經傳出器官衰竭了 所以2009去眾生機續十年 到了2019 對 十年已經用完了 十年已經用完了之後 眾生機已經用過了 這時候不能用 所以這個時候 再找出所謂的王牌風水師 這個時候王牌的風水師 一起協商開會完之後 這個時候就做了諸葛孔明的方法 做什麼呢 做了所謂的七星長命續命燈 七星長命續命燈 這個不是一般人都能夠做的 這一次續了多久的命 這次據傳 他除了做了整個七星續命燈之外 還加上子女趕快結婚 本來子女是不打算結婚 結婚衝喜加上續命燈 後面又延長了一年 在2020年才做事事 但我們不得不說 何鴻燊曾經是華人首富 但他們家的風水 他們家的整個豪宅 他們家的整個富豪 跟風水都大有關係 到幾天 10月1號 中共70週年建政的這個日子 就在天安門前面的 最大規模的閱兵 你看到了誰 你看到了90歲的江澤民 還看到了102歲 年紀更大的他們的領導 繼續我要請傑民 帶我們來看看 中南海的領導們 為什麼特別的長命百歲 今天要打開背後的秘密 原來背後有兩個字叫做特工 什麼是特工 特工包山包海 包准他們長命百歲嗎 講到特工 我們都會好好談 那不是只有喝 還有住 吃 都不一樣 我們來先談這件事 因為大家會很關注 為什麼關注這些事情 因為江澤民出現了 江澤民出現有什麼了不起 對不起 江澤民現在已經93歲了 而且在這個整個過程當中 總共站了兩個小時 又30分鐘到40分鐘 完全面不改色 人家想說怎麼那麼得了 才知道原來他93歲 算年輕的 因為這邊還有包括宋平 他已經102歲 也出現在這個十一閱兵 我們要講 不只這些人 我們如果一一來談起 還包括哪些人 長命百歲 不只他們的 還包括前人大副委員長 他叫做雷傑琼 還有呂正超 他們就活到幾歲 106歲了 好 那更不用說 其中100歲的真的是太多了 你知道這些人 平均活多久嗎 都活到90歲以上 那你要好奇 這個養生 我們說養生要從哪裡開始 先從喝水開始 因為喝水這件事 每天都要喝 所以喝的水的好 當然身體就好 你知道這個水 有個特別的名字 叫做浴泉水 聽起來很厲害 你看 對不起 這個水可是有來頭的 來頭的 它是什麼 它是乾隆時代 特別把這個水找出來 我們知道 在中國有五大名泉 你知道 上窮碧落下黃泉 從這個北部到南部 杭州一堆好水 總共五大名泉 那其中一個泉 就是這個浴泉山下的浴泉水 但是乾隆這個人很好奇 他想要比一下 這五大泉 到底哪個泉水特別好 因此他起了這個小將 做了一個小 用銀做了一個漏斗 這個斗子 然後去每個都去蹭 然後去蹭 結果發現到其他四大泉 蹭的這個水 都是一兩又二泉 就是應該是一兩的這個水 就應該一兩的重 結果蹭了一兩的水 這四大泉一蹭 不得了 都是一兩又兩泉 水不純有雜質 好 終於測到這一泉水了 一泉的水 一兩的 一兩的水 果然測出來就是一兩的重 就是你了 所以這是乾隆認證的好泉 所以這個水是完全沒有雜質 你知道喝起來的時候 那種感覺 你要喝下去 不但是只是甘甜而已 而且還有那種溫潤的感覺 好了 不得了 那個水喝下去心裡愉快 好 但是不只如此 那總要吃米 人是五股雜糧對不對 你知道嗎 為了吃這個好的米 好 不得了 這米還跑去灌溉了一個 這個米有個名字 就叫做西津米 好 那聽到這件事情 有什麼特別 我形容一下 這個米你把它放的光亮之下 是透明的 橢圓的 而且重點是什麼 它吃下去沒有油 而且煮起來還去淡綠色 綠色沒什麼關係 重要的事情是 吃下去還有一股芬芳的味道 聽得我都想吃 到底是什麼樣的米 所以我們現在找出他們 長命百歲之米 你看 從乾隆認證的泉水 一直到泉水種出來的水稻 會透光的米 講得真是飛天鑽地 這一切的一切都在兩個字 包起來它叫特供 沒錯 特供的系統裡面 還提供了什麼 沒有錯 你知道特供 已經到他們中央去處理管理 還有公安單位去 特別圈了兩塊地 那個就是在香山地方 那這塊地裡面 包括你吃的豆 豆要吃 奶要吃 豆製品 奶製品 所有的雞蛋這些東西 都要從這個特供地方來供應 別的地方不要 你什麼無錫的蛋 有多好吃 山東的什麼東西 有多好吃 對不起 都不要 因為它保證一件事 絕對無毒 而且沒有放任何的農藥 自然的生長 所以你就不用擔心 這裡面有任何的雜質 更重要的事情是 它裡面的任何的生產東西 都不能用基因改造 好了 那當然講的是 你知道毛澤東太喜歡吃 比如說我們這樣講 一般我們說這個瓜類 在冬天是沒有 可是偏偏我們這位毛大 毛澤東先生 他特別愛吃什麼 吃苦瓜 那苦瓜就問題大了 苦瓜是標準的夏季食品 所以他特別這裡面 蓋了一個溫室 裡面還放暖氣 所以只要毛澤東這個主席 想要吃的任何的瓜類 蔬果全面裡面供應 但問題來了 有時候農忙起來 這麼多東西怎麼收 對不起 他把他從這個中央 調官員過去 一起來採收 我們講人生 呼吸之間而已 活著的時候 爭一口氣 死掉的時候 爭一塊地 剛剛講到特工是不是 長命百歲的秘密 在特工是不是 繼續我們要告訴大家 除了你吃的每一口飯 喝的每一口水 蔬果 牛奶 來自於這個所謂的 玉泉山農場之外 居然 連火葬的爐子 連鄰車 都要特工啊 講到立正這樣好了 我要說一句話 這是屌不起的事 我們先講 其實在北京 有一個山 叫巴寶山 號稱叫做小中南海 為什麼叫小中南海 這個中南海就一個 為什麼要兩個 對不起 所有這些中南海的高官 活的時候在中南海 死的時候 全部叫巴寶山 所以巴寶山就是號稱 小中南海 裡面還有分等級 你不同縣的官員 跟軍的官員 團的官員 還有分一區二區三區 那一區的面積比較小 大概長12尺 到二區 就是軍旗的 它可以到16尺 18尺 但是更高階的 那就按照個人的這個表示 做不同的一個改變 甚至連骨灰 它位置都有分 一二區二三十五區 講到這邊 我們一定要談一件事情 總是這個焚 焚燒就是一個火爐 這搞不起 對不起 這火爐也是有考究的 第一點 這火爐從日本引進進來 第二件事情 它連外觀都非常的講究 第三件事 它火還可以控溫 而且重點是什麼 一樣 人體進去之後 出來這灰 裡面號稱無毒無煙無燃 所以生老病死都特工 特工裡面還有很多的奇人 傑明來告訴我們 其實說到特工的這個 背後的故事 最豐富的當然就是毛澤東 你知道毛澤東 繞在他身邊的這些特工奇才 那真是厲害了 那你知道嗎 中央為了這個毛澤東主席 特別去找了這群人 總共12名號稱叫做 紅幫裁縫組成第六車間 那這些人就是最會做衣服 好重點是 你怎麼叫這個毛澤東 把手舉起來 量身定做 這怎麼可能 毛主席 你知道嗎 他們想出一招 他們就有個半夜12點 他們找了一位一個很厲害的裁縫 說你來晚上12點 那這個裁縫就說 我要幹嘛 就走進那個房間 赫然發現裡面有一個人 他是毛主席 這毛主席是那個地方 然後旁邊跟他說 你要替毛主席做衣服 那這怎麼辦 總不能叫毛主席把這個 手伸出來量 量身打招 你手舉起來 我拿個布紙這麼量 我才知道你的 我合不合身 對 但是你知道這位老師傅 沒有問題 他氣定神賢 因為他做衣服 已經做了四五十年了 他就站在五公尺外 我們現在距離是一公尺 五公尺外 我還在退 我不用再退 就退框了 他就遠遠的打量之後 就做出了衣服 而且你知道嗎 這衣服穿在毛澤東主席上 還真襯頭 目測五公尺外 可以打量量身 和身的衣服 沒錯他們說 其實最難做是鄧小平的服裝 因為鄧小平要加一點這種 鄉村的元素 而且你知道鄧小平 30年來 身材都沒有改變 他們也是這樣 遠距離做完之後 把完全做出鄧小平最喜歡的衣服 鄧小平很開心 好 更重要的事情 好 你說不是只有毛澤東喜歡住衣服 事實上最了不起的是 毛澤東最厲害的 就是他屬於毛氏用的所謂的瓷器 其實他是一個很重視品味的人 所以重點的事情是 他用的東西一定要有特別 所以他們特別搞了一個叫做 7501的一個這個 絕密工程 這絕密工程是外觀都完全不能知道 甚至這工程外面 只要你有身分不對的都不能進去 他在搞什麼 這個神秘 你知道在乾隆時代有一個叫造辦處 那做的 現在我們在故宮用的很多的東西 都是造辦處的 對 現在在拍賣的珍稀珠寶 多少是輕功造辦處出來的 好 我譬如說造辦處的東西 這很厲害 但是要比起毛澤東所用的 運用瓷器的話 我認為是不相上下 我們先來品嘗一下 這個是你看 他的東西是不是很漂亮 這個瓷器其實很特別 為什麼這麼說 因為他的東西非常薄 能夠白如玉 就是透明的像玉一樣 第二件事情明如鏡 就是說你從光線照出來的時候 你還可以看到裡面上面有銀色的光芒 而且重點是他非常薄 薄如齒 齒到什麼情況 他物足毫米 可是問題是你這麼薄 如果熱水下去怎麼辦 它不會燙手 為什麼你知道 他為了這個材料 從市面上拉取了十多噸的 所謂這個材料 只拿到1.2噸來生產 但這1.2噸不了不起 中中能夠做出來的 其實只有20% 而且重點是他敲下去 聲音還是非常的清脆悅耳 那講到這件事就是顧名的茅詞 但我要講到重點 後來毛澤東過世之後 有關茅詞的東西全部銷毀 所以市場上 你根本很難看到這樣的東西 表示他保密到家 最近熱議的新聞 他們正在進行新基因療法 渴望逆轉老化的過程 簡單講一句大白話 他們可以讓老鼠嚴命20% 如果換算人類平均80歲好了 可以讓你多活20年 活到了100歲 這是真的嗎 今天晚上我們就要 從江蘇的這一口古墓 揭開驚人的真相 這頭古墓裡頭 不但是婦女同葬 為什麼 居然意外發現了 將近千枚的仙丹 影響中國千年的毒仙丹 居然連大唐盛世唐太宗 只活了51歲 都跟他有關 今天晚上社長好好 他們來看看 關於這口古墓的真相 長生不老可能嗎 對 近相 長生不老是中國人的夢 也全世界人的夢 尤其是帝王 全多 錢多 所以他們希望長生不老 大陸這一鐵 所謂基因療法 我們不曉得成就如何 成功力如何 但我們如果看 成生不老藥 其實在中國 有一鐵成生不老藥 縱橫中國大概一千年 但也害死了無數的人 包括帝王在內 包括帝王 我們先從一口古墓來講 在1970年代 江蘇 江蘇在南京的四郊 發現一座古墓 這個古墓其實被打一個稻洞 農民看到又去報 所以有一個古墓被打了一個洞 結果考古的邪家就過來 來挖 一開挖的話 不得了 他是在江蘇 但後來這個身分證明 在裡面 他是 你看他有兩口棺材 兩口棺材 一個藍的 大概測定是 我是八歲左右 另外一個女的 二十歲左右而已 怎麼會一口墓 兩個墓穴 對 合葬墓 合葬墓以前還有 夫妻合葬很多 但後來一測定不對 這個二十歲 在古書裡面記載 這一個人在他的那個 所謂的我們講 墓志民 證明他的身分叫王斌 王斌是誰了 王斌是 魏晉南北朝時期 派駐山東的一個狼牙王 離現在大概1700年前 1700年前 這個王斌狼牙王 他死的時候 他在史書上記載 他有一個女兒大概二十歲 剛好測定這個女兒 婦女合葬 婦女合葬比較少聽說 在中國很少很少 兄弟合葬都很少 不要說婦女 只有夫妻合葬 這第一個謎 第二個 他們 你看這個棺材的顏色 紅色的 對 紅色紅棺 中國人也叫血棺流血 紅的像鮮血一樣 叫血棺 血棺在中國也不得多見 在哪裡有 貴州 貴州的苗族 有這種傳統 用紅色的血棺 而且他們要規定說 貴州苗族人 年紀比較大的 安詳天年 菜科用血棺 高瘦的這種 對 等於說好運 可以活到那麼久 但江蘇既然 這個也是用血棺 為什麼用血棺 也是一個謎 第三個 考古學家跟醫學家 化驗的女兒 這個女的旁邊 有很多這種紅色的藥丸 算一算將近900顆 這個是什麼東西 中國人的鮮丹 藏身不老藥 藏身不老 科學家幫她化驗 化驗出來 這個紅色鮮丹是 叫五行傘 五行傘 剛好剛才講 這個王斌 王斌是 魏晉南北朝時代的人 魏晉南北朝總共369年 369年什麼多 戰爭多 只有37年沒打仗 其他332年 幾乎連連在打仗 打仗就會死很多人 臨不了身 生命如浮夷 那打仗 第二個 因為人遭不飽氣 所以 對生命充滿了絕望 絕望他們就想說 我要不就放浪形態 即使行樂 要不就看 如果活下來了 看能不能長生不老 所以他們吃一種東西 叫五行傘 五行傘 那這個丹 驗出來以後 那些科學家大罵 說這個父親太糟糕了 既然餵食他女兒 餵食了這種五行傘 因為這個人死後 你會帶進去 表示你身腸腸服用 身腸腸服用 所以放了900顆 在這女兒的身邊 五行傘是為了長生不老 但是不對 這個女兒她只活了20歲 對 所以後來化驗她 她那個骨骼中毒 中毒 嚴重中毒死亡 而且你知道化驗這些仙丹 把它化驗 它佔有60%的水銀 水銀就是毒 水銀就是毒 6% 13%的硫化物 硫化物也是有毒 等於這個有毒 物品佔了73% 然後加上其他的一些 礦物元素化學元素 什麼東西 等於有73%的毒素 你長年這樣吃下來 當然 所以不到 就過世了 所以這個 這個木開啟之後 虧學家跟醫學家都在罵 考古學家都在罵 這個父親太笨了 遺醇的父親 竟然餵死他女兒這麼多 他自己吃了50幾歲 女兒20歲就走了 這個木還有一個很重要的 給特別看一下 還挖出了一個戒指 這個戒指 你看這邊一個V字型有沒有 這個戒面 那可是中國最早 最早的一顆 一顆鑽石戒指 那個年代有鑽石 對 它也是切割八面 也是切割八面 但它那個鑽石跟現在鑽石等級 沒那麼好 它鑽石屬於比較第二級的金鋼石那一類 但也切割成了八面 所以這個東西是這個古墓裡面附帶出來 最有價值連成的一個戒指 對 那我們講說 剛才講說好 那這個仙丹是五行傘 五行傘 五行傘其實是中國 最流行的是在魏晉南北朝 在漢朝的時候 甚至在春秋戰國的時候 有很多人就一直在找這樣的一個仙丹 那魏晉南北朝剛才講369年 大家大量服用 那它造成一個現象 魏晉南北朝什麼多 美蘭子多 美蘭子多 你看那個我們知道的潘安 潘安在世 美蘭子 這個是何彥 何彥就是曹操的甘兒子 有人叫他叫魏娘 像女生一樣 你看這個圖片 很陰柔 對很陰柔 有一個共同色 皮膚很白 很白 那這個何彥甚至我們講過說 曹操為了試驗 他皮膚真的白 還是敷粉上去 大熱天叫他喝熱湯 流了半天 還是一樣白 沒有粉 流過的痕跡 另外一個我們比較清楚的 大家都知道 藍陰王 也是漂亮 美蘭子 美到必須帶便具打仗 所以它的一個作用 五行傘 會造成皮膚很白 皮膚白皙 皮膚很白皙 紅嫩白皙 所以衛進南北朝人大量服用這種五行傘 但是問題五行傘 我說它是中國千年的毒仙丹 它是仙丹的毒 在本草綱目裡面 本草神龍經裡面有記載 記載說這個五行傘 其實它也是一鐵藥 一鐵藥 像披霜一樣 披霜你少量了 它可以治病 大量的就是毒藥 五行傘其實也是這樣 你喝了以後人會很 我們講它好處 就可以一目安神 可以養生 可以讓人身體很亢奮 但問題因為這個亢奮這兩個字 表示它很燥熱 很燥熱 你吃多的時候 第一個它毒素 它有重金屬 毒素慢慢慢慢累積 累積到後來 你人其實會進入一種 所謂我們現在講搖頭網的狀態 會幻想 會進入迷幻的狀態 對 那因為它也有狀陽效果 所以很多藍人大量的吃 虛之弱 我們講說那個唐草有一個藥王 叫孫思苗 孫思苗要過世的時候講了一句話 趕快把五行傘禁掉 這個害中國 害了將近上千年的一個藥 大家大量在吃 那我們說衛進彈壁炒 受影響最大的就是竹林 我們講一個案例 就是竹林七賢 竹林七賢你知道 他們當時說七個書畫家 文學家 都是首期一指的一個人物 他們竹林七賢其實就是以前開了毒趴的人物 毒趴 對 他們第一個喝酒 是 第二個 宜酒 住屋這個藥物 這個住屋 所以這個五行傘一吃下去 那整個人就進入一種恍惚狀態 是 他們就在毒林裡面 用那個酒倒在臉盆 臉盆裡面 你一口我一口 大家喝 喝完以後情緒很High 對 坦胸落背什麼都來 第一張打滾 這一個很危險的 這是一個慢性自我荼毒味 對所以以前說他們是民視養狂 其實是癲狂的一批人 裡面有一個我特別講一下叫卵吉 卵吉他癲狂 他吃了五行傘癲狂 他母親要過世 母親要過世的時候 他叫人家拿一隻豬到竹裡裡面 我先把豬宰了喝酒再說 結果他不管他母親腫病再生已經快要過世 他已經藥物中途了 對 結果後來你知道他清醒又回家 回家奔上 一看到母親已經過世了 吐血 自己吐血 他們受力往讓讓的一個打擊 第二個那個卵吉 還有一個司馬昭要嫁孫女 嫁給他 要嫁給他 要找他談嘛 親家翁結個岩嘛 結果找他談 沒人到他家等了六十天 沒有醒過 喝酒啦 吃五行傘癲 醉甜甜醉了六十天 所以那個婚事後來沒台 那幾乎就要死掉的狀態了 對 裡面還有一個琉璃 更莫名的 琉璃是喝完酒以後 吃五行傘癲 喜歡什麼 喜歡裸奔 喜歡裸奔 以前最早裸奔的始祖 滿街跑 那有一次他裸奔 回去以後在家裡 刺身裸體就躺在家裡睡 剛好他一個朋友來找琉璃 他的朋友一進來把他叫醒了 問他你怎麼裸碎 有人說天地是我家 房子就是我的衣服 你沒有經過同意 跑到我家裡面來 等於你鑽進我的褲子裡面 所以以前這種五行傘 危害非常大 平均年齡 魏晉南北朝 平均年齡不會超過四十歲 每一個人活 所以他是很短命的一個王朝 那我們說魏晉南北朝 他其實剛才講 他害死 不只害死這些民視百姓 他害死很多帝王 唐朝十八個皇帝 我們講唐太宗 唐宗 唐武宗 唐師宗 大唐盛世的唐太宗 也跟他有關嗎 唐太宗剛才你開場講說 他活了五十一歲 五十一歲而已 他到五十歲下半年的時候 五十歲多的時候 才開始吃藥 為什麼 因為他的一個愛將王玄策 去攻打印度 打敗印度又從印度抓回來一個 當地的一個算道士和尚之類的 說他練丹很厲害 獻給唐太宗 唐太宗本來那幾年身體就不太好 一想有這種道士會練丹 又可以長生不老 所以你這個道士幾歲 這個道士還跟唐太宗講說 我現在已經兩百多歲了 唐太宗神仙 你吃了有用 那我也想試試 對 所以唐太宗叫他大量練丹 結果這個道士就練 跟我們講了 剛才種仙丹 唐太宗吃了半年多 將近還不到一年 唐太宗五十一歲過世 所以他也害死帝王 唐朝十八個皇帝 五個皇帝死於種仙丹 一戰二戰 你發現全世界有誰可以 見證過這兩件大事 活到現在眼皮底下 沒幾個了吧 他 事實上他們看看 事實上少數可以活到這麼久的 這個老人他有什麼 值得我們探討的 對 我們講過很多仁瑞 但是這個仁瑞 是經過金氏世界紀錄認證 他活了113歲 這一位是野中證照先生 他在這個日前才剛剛過世 他事實上經歷過日本四個天皇 因為他誕生在1905年 所以包括說他誕生那時候 是明治天皇 緊接著是大政天皇 再來是昭和 再來是平成 如果他能活過今年五月的話 搞不好可以歷經五個天皇 像剛才俊相講的 他經歷過的事件實在非常多 一戰二戰 冷戰 甚至到現在的中美貿易大戰 他都經歷過 他事實上 他世家就居住在北海道這個地方 其實他一輩子 也沒有怎麼離開過北海道 當然很多人就注意他說 他到底為什麼會那麼長壽 第一個 他就說 他平時很簡單 因為他生活很簡單 他們家族在那邊經營溫泉飯店 他平常就看看報紙 很喜歡看相撲比賽 然後他就說了 他因為沒有什麼壓力的狀況之下 才能夠讓他活了這麼長 你活得再久 你總不可能長生不老 可當年 齊死亡不就也相信 派了人到蓬萊仙島去找嗎 今天我們就來告訴大家 當年傳說中這個長生不老藥 居然讓日本人平均身高高了五公分 他們在吃什麼 沒錯 我們知道說 西元前219年的時候 當時的許甫就跟這個齊死亡說 我找到了我們當時的這個仙海 三海經裡面記載了三個仙島 蓬萊 方丈和盈州 盈州三個仙島 他就說這三個仙島 有所謂的長生之藥 你願不願讓我去 結果後來當然 秦死亡就說OK 你願意去當然是非常好 所以他派了這個大船 裡面載了3000個兒童跟女人 就去了 去了之後還給他一些武器 想說他可以順利的找到 這個長生不老之藥 讓我這個秦死亡的江山 能夠千秋萬代 結果沒想到 他沒有找到這個長生不老藥 但是大家都很好奇說 他到底跟這個秦死亡說 他要找什麼藥 後來根據我們很多 這個經書的研究發現到說 原來當時有一種藥 他當時在日本相關記載 有一種藥叫做千歲的藥 其實他不是藥 他是一種類似 我們現在知道的就是水果 他就說這個藥 這種叫千歲的水果 具有所謂調理中氣 還有降熱除煩 還有火血消腫這些功效 而且他的根跟果實都可以吃 那種他有一個中文名稱 叫做彌猴桃 彌猴桃事實上 我們台灣人就是奇異果 所以就是說當時在日本 有產內湖內海這邊有產奇異果 但是他當時並沒有把這個不老藥 拿給這個秦死亡 秦死亡在沒多久之後也過世了 但是徐福來到日本 讓整個日本出現不一樣的狀況 為什麼讓日本出現不一樣的狀況 因為現在根據目前的考古專家 跟日本的研究室都說 到底徐福有沒有來過日本 但是我們從很多考證方面來說 似乎有這樣一件事 因為他在這個 根據日本他們這個考古學的研究 他們會去挖過去的一些古骸來研究 挖古骸研究發現到說 他們在關西禁濟這個地方的居民 如果對比徐福 這個中國記載的徐福 來到日本的前跟後來比的話 居然說之前跟之後的話 日本人居然長高了5公分 平均身高長高了5公分 他們到底吃什麼 可以長高5公分 對 所以這就是 可能徐福來到日本的第一個名證 就是說因為他們中國人 當時都比較高 然後所以進來之後 跟當地人通婚之後 改善了他們當地人的基因 讓他們長得比較高 還有另外幾個證語就是說 因為他們這個很多日語的 很多發音 這個土語的發音 跟雲南的這個納稀族的發音 有很多類似的地方 所以他們從這些證據都推論說 當初 徐福真的有來過日本 而且也讓日本的基因獲得了改良 說到了青春 說到了健康 我們只聽說一個傳說 換血 換那個青春的血 會讓這個人本來LKK 變得瓦跳跳 那麼可憐 對 事實上據先生講的 這個換血的話 很多人真的非常相信 因為現在也有人在賣那種 年輕的血液 甚至很多人會去洗腎 就是把血重新換過一遍 所以似乎好像真的有這樣的一個說法 到底這個說法 能不能夠根據科學來驗證 英國的科學家 就做了這樣的研究 他們遺傳學的專家就證明說 因為他不可能用人來證明 他們是用老鼠 也就是說他把這個 年紀比較大的老鼠 他的血液把它換過一遍 注入這個年紀比較輕的 老鼠的血液 住進去之後 他們發現到 有一個非常明顯的狀況 就是原本活動裡 可能比較差的老的老鼠 突然之間會變得比較靈敏一點點 所以他們就想說 那到底是裡面有什麼成分 讓年紀大的老鼠 接受到年紀輕的老鼠 就會變得比較有活力 他說可能是什麼 可能是因為年紀輕的老鼠裡面 蛋白質比較多 因為我們知道說蛋白質 它可以修補我們人類的一些組織 所以是不是因為蛋白質變得比較高 所以讓年齡會出現有逆轉的狀況 但是英國這個研究裡面 也說到一件事 就是說沒有錯 你好像年輕的血液 真的能夠逆轉年齡 但是因為年輕的血液進來的時候 會跟我們人體 目前可能會產生一些排斥作用 或是一些不知名的化學作用 所以到底是不是能夠 真的這樣來說的話 實驗證明是可以這樣子 但是實際上在人體上面來說 未必一定能夠如此 你看英國的實驗室 他們戰戰兢兢的抓老鼠來實驗 我們就發現有一些曙光 其實再往前推個幾十年 我告訴你 北韓的金氏家族 聽說他們老早已經把自己當人體實驗 當然 我們知道說 事實上金日成跟金正治 他們當然是希望他們的江山 是千秋萬代 尤其是金日成 當然希望說他能夠活到百歲 所以金日成 他事實上在1970年代後期 他已經進入了中高年齡之後 他就開始跟當時的秦始皇一樣 在想說我有什麼長生不老之要 根據那種很多脫北者的說法 他就說在1977年的時候 當時65歲的金日成 他就網羅了當時在北朝鮮的 頂尖的科學家跟醫學專家 就說我要怎樣才能夠活得更久 結果他們當時給他一個 成立一個讓他嚴嚴益壽的 研究單位 研究單位第一個方法是什麼 讓他每天笑 他想說讓他每天笑的話 可以讓他生活得更加沒有壓力 所以他們安排很多演員 每天就在他的金日成的旁邊 就鋪一個梗 讓金日成笑 甚至他們還建議讓五六歲的小孩 做一些可愛的事 讓金日成笑 如果你真的有笑 而且讓金日成笑得很開心的話 他們貨頒最有價值的演員的獎項 可是後來他們的研究就說 好像讓他每天笑了 好像真的沒有辦法 讓他真的嚴嚴益壽的感覺 所以後來他們就提出了一個非常 就跟我們剛才講的 年輕血液能夠逆轉年齡這樣一個實驗 就活生生在金日成的身上實驗了 於是他們就 他們從78歲開始的 就開始去找朝鮮裡面的年輕的 有乾淨的男生的血液 把他抽血上來之後 跟他注入到金日成的血裡面 去換血來換他的壽命 結果沒想到 好像這個實驗 好像跟我們剛才講到 英國說注入人體 可能有未知的效應會發生 結果沒想到金日成一開始 是真的有榮光煥發比較好 可是越來越來的突然之間 就好像身體健康又突然的急轉直下 又非常的不好 所以你知道他78歲開始這個注血對不對 沒想到過了這個幾年之後 他82歲就過世 有時候注血4年之後他就過世 而且過世的原因 可能人家就懷疑說 會不會是因為跟他的血液 產生了排斥作用讓他掛掉 所以這條路就不會通 你要換一個年輕的對不對 這個小鮮肉的血讓你更年輕 這條路不會通 可是為什麼後來他兒子金正日聽說 也如法炮製也要來一套呢 金正日大概想說對啦 當然他也相信這一套 就是年輕血可以逆轉年齡 只是他想說 老爸用的方法不對 算是更加的極端 他什麼極端方法 他不只要求年輕的血液 他要求是 年輕觸你的鮮血才可以 他想說老爸用錯方法 我要用年輕觸你的鮮血 所以他就開始去北韓 收集那種20歲的年輕人的身上 收集這個鮮血 結果你知道 而且他要抽這些鮮血 假設你被抽到的時候 他先餵一個特別的營養劑 讓你養得白白胖胖 然後把你的血抽出來 結果被他抽出來之後 我們講 事實上後來金正日 他也沒有活了很久 他開始鮮血到他死亡之後 他也只有活到68歲 所以我們看剛才講的時候 似乎這個年輕血液的 邀請您一起加入 57報新聞會員 跟俊相一起 挖真相 以前耳 Ged след的 我喜歡一跳 這聲音是說 提到這次見